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给它 头样是三针挑一针 但是在挑针的地方我们有所改变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 这一针是挑的 然后这三针是织的 现在我们挑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在黄色线 不管你是用什么颜色啊 就是织的这三针的中间 这一针我们来挑针 然后等于是原来挑的 我们就变成织了 头样是织三针挑一针 然后织三针挑一针 但是挑针的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一针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五针 那你怎么看呢 就是这里啊 等于这一针是织的 旁边两针也是织的了 因为这一针是挑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使过来 挑一针 然后织三针 挑一针 那等于这一针就是挑的了 这边是织的 我们要画线了 画红色线来织 第一针都是要织的 然后加针的地方 加针的这一针我们是要织的 不管是它应该是挑还是织 只要加针的地方 我们都是要织的 织的话我们这个加针 我们是不能这样子走 从这里走 这样子 好 再织一针 这一针我们就是调的了 这三针 这三针 然后调一针 这三针 调一针 你看是不是 就是我们原来 在黄色线的中间这一针 变成调了 你看这个也是 黄色线的中间这一针是调的 然后旁边是织的 三针 这一针是加针的 我们要放针 要从这里走 然后反过来 直反面 反面第一针 我们同样是调下来 不直 这样子 放针一定要放在这个线的下面 然后这样调下来 然后等一下我们这里 就会形成一个辫子状 辫子状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调针的时候 就是比较方便一些 一个辫子就调一针 这个血口 然后呢 同样反面 我们都要加针 一样的 自三针 吃完这一针 这一针以后了 我们同样要加针 把线绕上来 然后加针 四针 然后这边也是四针 也要随时看 记不得要随时看 好了 现在是织了 一二三 等于三个来回 然后我们在 第四排的时候 我们再织一个来回的平针 兔子花就 形状就差不多出来了 线我们就不用换 黄色线 我们头要用红色线来织 我们就把这个黄色线 压一下 压到上面来 我们就用这个 红色线去织 这一排就织平整了 调整的地方 我们不管它 全部直平整过去 然后又到扎针的地方 它要是这样子走 然后再反面织回来 反面织回来 第一针 一样的是不织 调下来 这样调下来 先织下去 在这里 就差不多看得到 是一个变质状了 一定反面 我们都要织成变质状 这一次的反面 我们就不加针了 直接就是这样子 平整之过来 好 这是第一排的 这个兔子花 这兔子花呢 等下我们是用了 一二三四 四个来回 每一次加两针 然后我们等于是加了四针 然后我们等于是加了四针